主持人情況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想要追劇 聊劇 懂劇 三位 願望一次達成嗎?可以訂閱這頻道 我會用劇評解析帶給你更多情感上廣知識 那《驅魔面館》播到了第13集 第14集 大家還滿意嗎? 最近有一個新聞是說 《驅魔面館》的編劇 《呂之娜》編劇決定下車的那理由 是因為她和製作團隊在 後半段的劇情產生了意見分歧 所以最後在協商之後決定退出 那第13集的劇本是由導演來撰寫的 剩下的3集則是由《驅星村編劇》之筆 而這部劇也已經在這個月的11號撒謙了 真的很多喜歡《驅魔面館》的觀眾都非常的緊張 你們覺得13集、14集的表現還在預期當中嗎? 這部分我等等會聊到 那今天這個影片我會主要來聊一下金城囉 最新的13集 沒有想到慈星村會選擇直接開槍斃耳自己 但這個選擇很有可能是因為裡面的二鬼完全控制了她 而她也沒有反抗 慈星村這個角色可以說是這個影集鋪成最久 也最多背景的反派 那今天來解析一下她的心路歷程吧 從小她就在育幼院長大 他們稱呼院長為爸爸 但這位院長不是一個多溫柔的人 雖然得到了許多社會貢獻獎的認同 但似乎對酒精有所依賴 而慈星村也稱呼這位院長為父親 小時候慈星村可能受到了院長的管教 亦或是暴力發洩而造成了頭部的疤痕 據慈星村對院長所說的話 可以知道暴力事件是不斷發生的 年幼無知的慈星村甚至覺得這都是她應該承受的 兒時在屈愛的環境下長大 受到大人們的無情對待 甚至為了得到大人們的青睞而默默承受著暴力 後來被裴香碧 也就是廢棄車廠的老闆所領養 也許可能是因為她一直都沒有孩子出生 所以領養了慈星村 但過了幾年後她和太太似乎有孩子誕生了 慈星村似乎也沒有和她的養母有所連結 所以真正推測出來 應該是裴香碧刻意領養慈星村來為自己做事 她在領養的時候也說 嗯那看起來比較聰明 所以她想找聰明的人來幫她辦事 前面看慈星村稱呼裴香碧為阿伯基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很變扭 兩人視覺年齡感覺就像是兄弟 所以有差兩人不是真正的父子 而裴香碧也沒有真的把慈星村當作孩子來愛過 慈星村在養父的指使下 開始替泰森集團清除障礙 也同時讓她對愛的定義產生扭曲 不問對錯 只求關注 暴力和血腥下成就了她的嗜血和狂暴 前期可以看出清城是真的把裴香碧當作父親 在裴香碧面前 直清城都會露出小狗眼睛 渴望愛的那份心情就是不言而喻了 但很可惜她的父親只是把她當成工具 經手殺害的父親也吞噬了養父的靈魂 可是她真的值得怜悯嗎? 第13集當中白香西對清城說 你該不會是認為你要是有好的成長環境 會跟現在有所不同吧? 這句話是導演在提醒 人也許會出生成長在不好的環境當中 但所有的選擇都是自己選擇的 而最後在結界當中 慈星村因為曾經拯救過孩子 而受到孩子的拯救 這也許是她人生當中唯一一次感受到 愛以及被保護、被在乎的時刻 因此她也不反抗惡鬼自禁的選擇 因為她的人生已經圓滿了 而她也和惡鬼完全相容 這段話這樣說好像很感人 但說實話我在看這段的時候 我的觀音感受非常的不好 很像是熬了一鍋很久的湯 然後貝倫突然加了一堆草莓醬 不知道我在吃什麼的感覺 主要感受不好的點是 小朋友打斷書文的部分 我後來思考了一下 我覺得原因可能是 第一個小朋友的線鋪陳的太少太短 觀眾還沒有看到小孩跟清晨的情感 而且這還是個第13集才出現的小配角 有種橫插一角的感覺 也顯現出鋪陳不足的缺點 第二個有一點不太合理 一個不到10歲的小朋友 推倒在臨地裡的書文 你們要知道 在臨地裡面的驅魔人 會比原本還要再跟牆上5倍 我知道這部劇過去已經有很多不合理 包含執青城為什麼要火燒Counter 而不是吃他們的靈魂 但是只要是對主角有利的 我都可以接受 對我就是這麼的 對自我 我都能夠以 劇情需要來看過去 但這邊我看的當下真是非常的不滿 這裡純粹就是我個人的情緒感受的分享 大家聽聽看就好了 但這個情節同時也讓我覺得好像有點失去這部劇 一直以來既走溫馨感的路線 也試著闡述善惡的界線其實很模糊的概念 從他們一直在鋪陳磁青城背景可以看出來 這樣就收掉好像有點可惜 回到劇情啦 因為和惡鬼完全相囉 所以後來出現在市長面前的惡鬼形象 就是磁青城的模樣 不然在他還沒有升上市集之前就自殺的話 大概就是原本的惡鬼模樣 自殺的磁青城基數在市長身上 關於磁青城的人性也就被抹殺了 從他指使人綁架小女孩這點可以看出來 但市長的人性還在 不過在完全融合之後大概也會消失 而他的兒子也就岌岌可危 大家對磁青城這個角色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留言區和我分享 第十四集當中 書文似乎因為太過憤怒而導致他呈現出擁有念力的能力 其實我有稍微偷看一下第二季的漫畫 那時候的書文確實已經會使用念力了 而且其他人也會開始學習怎麼使用念力 當然每個人體質不同 能夠學會就看天分和努力 所以如果這部份真的是念力的展現的話 那也是依照原作的設定 但劇情是不是一樣我就不知道喔 在第十五集的預告當中出現了 我印象不到的出演演員 孫浩俊 我非常喜歡他過去演的Go Back Fufu 拜託大家看過這部如果喜歡他 一定要看Go Back Fufu 而且他是演男主角喔 好了推更話題就到這裡 孫浩俊似乎在預告裡面的態度是知道驅魔人的存在 也對於書文是驅魔人感到非常訝異 這裡可以提一下漫畫有個設定是被影集改掉的 也是前面大家摸摸的其中一個話題就是 驅魔人為什麼這麼少 那就是其實漫畫裡面的設定是 韓國不只這五位驅魔人 有所謂的A組和B組 而其他國家也有驅魔人 如果要新增龍人和驅魔人 我想沒理由面館的人不知情吧 那如果是真的突然新增 那我就... 好吧 但如果依照劇情來看 我覺得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從國外來支援的驅魔人 另一種是驅魔人的相關知情人士而已 我非常期待孫浩俊的出演 那你們覺得他會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呢? 好那最後稍微聊一下這兩部劇啦 我必須坦誠說這兩集 我有一直徘徊在出戲的邊緣 恩... 主軸非常的明確 可又感覺不到進度 就硬一泡 硬我追 的感覺 感性層面的東西也相對變得比較薄弱一點 我是說蘇文和父母間的感情不感人 是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鋪陳的感覺 我能理解蘇文的痛苦 也能理解他對於自己當年任性 要求父母來接他的事情感到愧疚 但蘇文和父母的羈絆 在這樣的追逐戲下面 顯得有點像是一分執念 雖然執念的人來說 他就是個執念沒有錯 但對於主人物來說 一定有相對的情感基礎 期待後面兩集能夠多一些父母的鋪陳啦 那這兩集出戲的地方有兩個 一個是 就是小朋友追著求到大馬路上的時候 蘇文是90度彈起 我當下是笑到停不下來 導演 對不起 我真的是真情乳肉 那另一個就是 小朋友撞倒蘇文救了惡鬼那邊 不知道有沒有人和我一樣出戲呢 可以直接留言加一 那其實呢 我看完這兩集 我也沒有想到局長真的就是殺害真營的兇手 我對於這個部分其實是覺得可惜的 因為是一個很能夠發揮擺盪在正邪兩方的心理掙扎的呈現的東西 但對沒有 也覺得警局的翻盤有點太快了 總體來說這兩集好像有劇情但沒有情節的感覺 我之前都認為去模面館可以從很多戲劇裡面脫穎而出 不只是因為他們為正義而戰 還有那種飽含情感描寫的優點 最後兩集希望可以有個完美的Ending 另外上集當中猜測給摩托線索的女性 我是猜應該是繡惑的妻子 而且已經被處理掉了 但這兩集突然登場 意外的還活著啊 很多人也是對那個給線索的女性猜測是市長的秘書 但市長秘書這兩集表現得好 小白兔 如果她真的原本要給摩托線索的話 應該不會繼續待在市長身邊工作吧 當然也有可能她是要握心長膽 但金英靈的事件重新爆發 是她提供證據結束臥底的好時候 但她沒有這麼做 所以提供線索的人 目前我覺得還是比較偏向於秀虎的妻子 另外就是經過秀虎的忌日 發現秀虎似乎生前的職業蠻不得了的 但我認不太出來是什麼制服 我有想過是不是空軍的制服 但我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 大家覺得是什麼呢? 好了今天關於驅魔面館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今天的影片可以按個like 不喜歡也可以按個dislike 沒關係我知道我在講一些個人感受的時候 可能觀眾不是這麼的能夠接受 不過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可以跟我反駁 可以跟我辯論 我的歡迎期待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聊句 就這樣掰掰 現在加入我的官方LINE 輸入書文、HANA、邱女士、魔度、翠老頭、慈青城、白湘西 就會出現相應的對話喔